欢迎收看金灵天下美国公债 在上个月写下了今年以来最糟的记录 那么主要是大家认为通膨居高不下 美国联种会会延后降息 不过大摩摩根士丹利却在这个时间点喊出说 叫大家赶快去买美债 主要是因为他认为降息恐怕会比大家预期要来得多 那么如果说很多人现在在等 手上都是现金 要等到这个股市回档修正之后再买 那么今年会不会会成为最大的一个输家呢 另外台股在今天的高档震荡 最后收高了130点 而在今天包括台积电 红海是扮演一个撑盘的要角 尤其红海的股价在今天写下了16年以来的新高表现 当然除了台积电跟红海之外 接下来还有哪一些的个股呢 也是跟他们一样是可以通吃苹果跟AI的商机呢 另外如果说美国迟早都会降息的话 目前还处在低档的债券型的ETF 如果说买来放着领席 趁逢爹的时候来布局的话 到底有没有赚头呢 已经在台湾的很多的上班族都是 上班的时候是打卡制 结果下班变成责任制 那么现在很多人都是无仇加班的情况 而且根据统计 这个所谓做白工的功德族 在台湾竟然高达有700多万人 那么甚至很多人 这个连休假都比不上其他的一个国家 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呢 我们先请一下庭浩 现在美国领准会 这两位官员 他认为说目前的利率水准是很适当的 言下之意说 美国领准会现在是不急着降息的 那么为什么大摩摩跟士丹利 在这个时候叫大家赶快去买美债 因为他说降息会比预期来得多 没错 你看到在过去两个礼拜 市场原本一度认为 应该讲前两个月 曾经预估会降息三码 到变成两码 到变成一码 到今年不降息 到今年可能会升息 每周一变 变来变去 到上一周突然变成 今年又有可能会降息 跟一码到两码左右 甚至大摩认为 应该有机会调降幅度来到三码 甚至我们如果观察在今年以来 各大投资机构 针对今年的降息预期 你看到花旗的部分 他甚至认为会降息来到四码左右 高盛海野村 预估会降息两码 普遍你像是巴克莱美银汇丰 预估降息在一码 所以今年针对年底的降息路径 市场是有严重分歧的 对 我什么看法会差这么多 原因很简单 因为联准会所释放的谈话 让人摸不透 到底他所释出的谈话 到底是不是暗示的降息步调 已经完全展开 我们以纽约联邦准备银行的总裁 魏联汁来说 他说利率是始终会调降的 但是时间取决于数据的总体状况 等于方向已经确定了 只是拆时间而已 李奇蒙联总会的总裁巴尔金 他说目前利率的限制水准 已经感到乐观 他有机会让通膨率 回到2%的目标 就代表着我们即将达成了 也就是说至少可以确定 紧缩效果已经达成他的目标 也是降多降少的问题而已 大摩就依此而展开他的利润 认为今年会降息三次 每次25个基点 事实上即便联总会一直到 9月份才开始降息 他在年底也有机会 每一次降息一码 而且降息三码 所以市场上突然就不担心 6月不降息有什么关系 反正9月到时候再说 这段时间反而可以保持 股票市场当中的稳定 事实上我们要了解 就目前来看 联总会的降息预期 为什么投行之间 还是严重分歧的 甚至你像是小摩 他反而认为今年 可能会持续升息 升到7% 那让市场上非常意外 从升息到降息 到大降息都有 那我们要怎么来确定 现在市场的主流基调 我个人认为 第一个就是看长期的通膨 是否还在下潜轨道 我们看到从激增率来看 个人核心的消费支出 的确在今年年初 短期有点跳升 可是我们看年增幅的部分 长期仍然在下行轨道 什么意思呢 我们其实已经通膨下行 接近有快一年左右了 短短两个月的通膨上行 你就要说通膨就要 旧而复然吗 这是不一定的 他认为应该要花 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趋势还是已经是往下的 没错 那第二件事情 市场上真正担忧的是 那有没有可能引起 停滞性通膨的风险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 你看到大部分人 对于通膨或者降息的预期 有高有低 可是好像没什么人 开始调低目前 标普败指数的目标价 就好像他不管是升息 还是降息 我都不认为美国股市会跌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对于停滞性通膨 通常会有两个要件 第一是通膨要再上行 第二是GDP要下行 经济不好 而且物价又贵 这才叫停滞性通膨 但目前看起来 美国经济是还不错的 而且通膨刚也提到 它是在往下的 对 但是这个前两个月 为什么有一个变数 就是因为美国一季度的GDP 季征服务是1.6% 1.6%其实算不错 可是市场原本的预估 只是2.4% 它低于预期以后 就让市场上担心 现在通膨是确定在上弯 有一点拐头上弯的味道 可是如果GDP也不符合预期 会不会不小心 我们就进入停滞性通膨的人 我认为这件事情 大家是不用过度担心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害怕GDP的衰退 主要是害怕消费的退却 大家不消费因为高通膨 这个时候就是停滞性通膨 美国现在有这样的状况 不过目前我们看到 在负增长的部分 尤其在2024年一季度 很明显 都是由进出口和投资库存 所带动的 我们看到深蓝色区块 也就是消费的部门 表现仍然相当之坚挺 过去我们跟投资部门提过 因为美国在拜登时期以后 他的非法移民快速的增高 去年有300万非法移民 流入到美国本土当中 那我们要知道 现在光是审批非法移民的案件 他一个人就要排两年半 那这两年半会怎么做 他不会赶你回国 他会让你先去工作 让你先去有基本的生活需求 那等两年半以后再来开庭 看你能不能留在美国 这么多的非法移民的话 会拉低薪资水平 但是就业市场是繁荣的 你找得到人 所以就变成了就业市场繁荣 但是工资持续在下行的迹象 那随着工资成本持续在下行 也就代表着标普百指数 每股盈余的成长率 到今年一季度 还是维持5%的持续增长 那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观察到 真正的状态是 市场不管是认为会降息多的 或者认为会再升息的 都不认为美国股市会中错 为什么呢 因为就目前来看 并没有非常明显 停滞性通膨的风险 好 不过要请教廷浩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降息是所谓的预防性降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我从现在开始 如果说我投资股市好 还是债市好 还是我先保留现金 OK 那现在就有三种操作模式 第一个对于股票市场而言 我认为今年是标准的景气复苏年 我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以北美CSP 资本支出的预估 我们看Google Microsoft Amazon Meta 整体今年的年增幅 分别在三成到一成之间 说明什么事情 它今年就是要调资本支出 所以AI的行情 它是涨真的 也就是说 随着资本支出的持续扩增 我们基本上奠定 今年美国股市的EPS 一定会创下历史新高 那它的获利创新高 股价创新高 其实也不为过劳 所以对于股票市场而言 我们相信 目前正处于 标准的主身段当中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好 但是回过头来看 那是不是资金 就完全就投入到股票市场 完全就放弃其他资产了 那可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股票市场 虽然我们看到景气 正在一个高强度的 复苏都起 但有些人会害怕 我会不会已经反映到 2025年年初的股市表现了 我知道今年会好 我讲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可能大家看完精灵天下以后 每个人都马上去下单了 有没有可能提前反映到 2025年去 所以会担心股市 会不会短期内机器推得过高 可能还是有修正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 资金就会回到一套系统 那就是我们看到的美元定存 或者货币型基金 或者我们讲的 美国债券市场当中 为什么呢 虽然股票市场 它是可期的 而且它有非常明显的爆发力 可是债券市场 如果我能够拿到 5.5%左右的利息 其实我心里是很满意的 也是比定存好太多了 对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股票资金的流入在持续增加 债券市场 以及货币型基金的市场的资金 也在增加 事实上不止如此 我们如果观察今年以来 你像是黄金价格 铜价 白银 也全部都在创下 今年以来的新高当中 这说明什么事情 市场上已经意识到 今年基本上的投资组基调 就是通膨依旧会在 但是所有的资产 都有可能跑赢通膨 原因是因为 原物料或者股票市场 它要反映景气的向好 而债券市场 它要反映联准会的升息到头 所以今年我们基本上 最后就奠定一件事情 那就是不管你投资股票 债券还是大宗资产 都有很大的机会 今年是正报酬 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由于今年通膨还在 所以你的现金必然会贬值 所以今年我就认为 最不该做的事情 就是持有现金一路到底 等着抄底 为什么 这持有现金比我现在去买 不管是股票 或者是投入债市的风险 都还要更大 因为整个都被通膨吃掉了 没错 如果我们具体观察 如果是以美国股市 标普5%指数的盈余收益率 目前是4.8% 但是它不含资本市场的上涨率 就代表着它股东的回馈 就高到4.8% 但如果你投资美国 投资等级在指数的殖利率 目前殖利率是5.7% 投资这两大资产 都会跑赢绿色线 3.5%的PCE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也就是说现在 我们光是以保本性质 不管领取股票的殖利率 还是领取债券的殖利率 你基本上都能够跑赢通膨 甚至你把资金存放到 美元保单系统当中 你都可以有4%到5% 你一样可以跑赢通膨 那什么样不能跑赢通膨 就是第一 你持有台币定存 因为那个利率实在是太低了 比美元还要低太多 第二种就是 1.7而已 第二种就是持有美元现金 这也是一个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当紧缩政策到头以后 它降息是迟早的事情 当它降息 美元贬值 也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我们看到债勤市场的报酬 在联准会最后一次升息 到开始降息的区间 本身报酬 几乎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正报酬 所以现在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就是2024年 你投资这些资产 只有涨多涨少的问题 但是你持有现金 一定贬值 给大家的结果 好在最近陆股回温 而且听到 连地产股都开始反弹了 高盛说 今年陆股可能涨幅最高 会有四成 原本年初看衰的小摩 现在都改口了 没错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这主要还是来自于 在2023年 几乎是全数外资 进行中国市场的资本撤离 当时在整个高点层面 2021年末 全球的主动型基金 在中国市场的配置 大概是占一成五 毕竟它是全球 最重要的制造业国 一直到今年年初剩下多少 5%而已 所以如果你仔细观察 NSCI在中国市场的权重 它至少都是8个% 也就是大家是比那个指数 所进行的配置还要来得更低 三分之二的仓位 全部给卖掉了 但为什么最近 我们又看到 不管是高盛还是小摩 根据中国市场的加仓意愿 就开始显著的拉抬 原因是因为 我们如果从中概股来看 已经进入牛市了 从低点反弹 目前已经涨幅高达2成了 可是你仔细想想 涨到2成真的很厉害吗 我们看当时中国市场 从21年的高点 一路跌跌跌跌 跌到现在 跌幅是高达多少 7成 100块跌到50块 跌幅是5成 那你50块涨回100块 要涨多少 要涨100%才涨得回来 所以它100块跌到 剩下30块 然后现在只是涨回50块 所以它要涨回 源头要涨多少 300% 所以它其实距离历史高点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走 所以我也觉得投资朋友 基本上针对中国市场的投资 它基本上已经有 长期的惯性卖压 所以目前来看 顶多也是处于 强反弹的格局 所以它相关的ETF 现在也是还不适合进场 对 我认为就算进场 也只是赚取短线 景气的资本财而已 但是进行长线的价值投资 不一定适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现在针对 中国所出入的经济数据 必须要用更谨慎的态度 来做观察 我们举例来说 中国在去年的经济成长率 基本上是5.2% 表现其实相当亮泪的 那今年预估 大概会在4.9到5% 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 幅度是多少 是4.9% 那就很有趣了 因为如果去年是5.2% 今年一季度还4.9% 那照理来说 各大指标都要反映 经济的持续向好 但是非常有趣的情况是 如果你只去观察 在中国政府最新所公布的 今年一季度的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我们看到的总税收 下滑2.3% 仅仅只有6兆 中共一般 中央一般的公共预算收入 下滑了6.5% 怎么会你经济成长 成长了4.9% 你的税收减少了接近5% 这是非常有趣的情况 你看台湾经济成长率 去年一季度见顶以后 今年一季度 已经冲高到6.51% 那你看今年 第一季的主要税募税收 年成长同比是14.5% 所以台湾的经济成长 它一定会伴随着 政府的税收增加 可是在中国市场 就非常有趣的迹象 连续两年经济在成长 税收居然还下滑了5% 所以我常跟同学朋友分享 这GDP 它有时候会因为一些 计算方式的不同 可以予以灌水 我举例来说 我可能帮陈彦哥 垂垂背按摩一下 他给我1亿 那他也帮我垂垂背 按摩一下 我也给他1亿 那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就创造了 2亿的服务营收 从GDP的产值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 用一个宏观的角度 来做思维 你会发现在 在中国所公布的数据当中 他跟十字税收 可能会有点落差 所以可能要先打一点点折扣 来看待这样的一个数据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如果是以中概股的角度 来做思考 随着全球的出口向好 出口在中国市场 肯定也会好 可是影响到中概股 持续走皮的原因是什么 是内需还没起来 是市场买房的意愿 还没有起来 这件事情值得我们 做一些中长期的观察